1月10号,郑馨怡,周博豪,红卓丽,陈伯宜,唐索奇,以及钟舒曼在香港拍摄新片《爱情万岁》 除了周博豪,其他的五位艺人都可以说是影视界的新手 钟舒曼拍完第一场戏之后还忍不住大呼好紧张 其实我这部戏的第一场戏就是跟有面一起同拍 那个时候因为我太过紧张了 然后每一句对白魔的脑子里面都是很多东西 然后很乱的,然后说出来的时候好像很不自然这样子 然后他就看到我非常紧张的让紧 然后他非常好就是这样摸摸我的肩膀 然后叫我,你放心吧,不要太过紧张,就是可以的 然后我就这样松一口气 因为我怕我的演技会影响他们的进度 没有了,不会了,其实我觉得可以 谢谢 戏中正欣盈和洪卓莉还有一场吻戏 害羞的洪卓莉表现得非常紧张 戏一笑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单纯的吻 洪卓莉实在是太可爱了 其实不是很多,其实只有一场而已 然后我就已经拍了 其实阿肯也是一个蛮害羞的男孩子 他很容易脸红 所以拍之前他很紧张 他跟我说好紧张,好紧张 我说我也被你弄得好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但是我觉得他很可爱 但是很顺利的就完成了 其实那一场也不是很困难的 其实就是说我们可能碰到一点点 然后两三秒就分开了 然后我觉得他做这种害羞的孩子做的感觉非常紧张 问到三位女生会不会介意姐弟恋时 他们都表示并不介意相爱而且性格合得来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自己真的不介意 我觉得年龄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适合对方 其实年龄可能有相差一点点 我觉得无所谓 其实我也觉得是 最重要是那个性格会可以合起来 然后思想可以有利的共鸣就可以了 我也不太介意了 其实如果两个人在一起都爱对方 都合得来都可以吧